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乳房疾病 那在乳房的考古题 基本上就是只有考乳癌 那这个table的话 是我把这个教科书上面的这个table 整个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 那它的危险因子的话 包括有这个女生 那年纪比较大的 还有它有一些基因的突变 还有它有家族史 或者是它自己本身的个人史 还有它的乳腺密度比较高 那它的风险的话相对来讲就会更高 就会大于4 那还有的话再来的话 是一些中等外险的一些种性的一些突变 或者是说它年轻的时候 胸部曾经有高剂量的辐射 那还有它有家族史 那相对风险的话是2.1到4 那还有的话是这个出经比较早 那停经晚 还有第一次怀孕晚期 就是比较晚 就是高龄产妇 或者说它没有生育 没有进行母乳的这个胃养 还有它没有用一些 外源性的一些激素的治疗 一些外源性的一些 磁激素的一些治疗 还有的话它停经后的肥胖 缺乏运动大量饮酒 这都会导致这个乳癌 它更容易得到 那考题的话就是说 下列合者不是这个乳癌的危险因子 那前三个都是 那第四个的话是出经比较早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粉刺型的刀管 原胃癌 它是叫做Casinoma inside 2 我们之前有讲说Casinoma inside 2 它就是原胃癌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 肿瘤细胞它没有穿过基底层 没有穿过基底层 那这类型的话呢 它的这个肿瘤细胞的话 都是呈现多形性 还有它的这个细胞核 比上细胞质的比字会比较高 那它叫做粉刺型的意思就是 它中间有坏死 它中间有一些坏死 那通常的话 我们在这个帮它做这个乳房摄影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模糊的结结 那有时候常常都会看到 它其实就有钙化的情形 好 那我们一般的乳癌的话 它最常见就是 的一个高危险的一个基因的话 就是这个 BRECA1 还有BRECA2 还有这个P53 好 那大部分大概有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 这个乳腺癌 它是跟这个抑感基因 跟基因的遗传是有相关性的 好 那这个BRECA1跟BRECA2 它的突变的话 是大概占了 八成到九成 它单基因的 这个家族性的一个乳腺癌 好 那占了所有乳腺癌的 大概三到六person 三到六person 所以它不是最主要导致乳腺癌的原因 好 那乳癌的话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 主要的一个分子的一个组合 第一个的话是它 ER 呈现阳性的 我们也叫做 叫做管腔 管腔 管腔类的 那第二类的话 是它HER2 HER2呈现阳性的 癌症 那第三个的话 是它的PR ER 还有HER2 都是呈现阴性的 叫做三阴性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 HER2阳性的这个癌症 那因为它 就是它HER2的这个受体呢 过度的表现 那这HER2的基因的话 基本上是在17Q 17Q上面 那所以的话 因为它过度表现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HER2的抑制剂 HER2的抑制剂来治疗 那它的效果就会不错 就会不错 那第二种的话 这叫三阴性的癌症 三阴性的癌症的话 它就是ER 还有PR 还有HER2 它的表现都没有 它都没有任何的表现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的质量 所以它的愈厚都会比较差 那第三类的话 是这种管腔型的 那它基本上它ER会阳性 HER2会阴性 那这类型的话 它有一些在这个形态学上 会有一些特殊的形态 那我们这边的话 讲其中四种特殊的形态 第一种是小夜型的 Lobiocaxinoma 那再来的话 还有这个黏液癌 黏液型的 就是顾名师就是它黏液比较多 那还有一种是管状癌 就是它呈现的这个癌症的话 主要都是以那种管状的样子 那再来的话 还有这个乳头状癌 那当然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学的话 基本上就是跟乳头状一样 就乳突状一样 好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小夜 那小夜的话 它的特色就是 它是单个细胞的净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那个癌细胞的话 是单个单个排列 排列的这样一条线 很整齐的样子 那所以的话 它就比较难去促整到 然后在影像学检查 也比较难去检查到 那基本上的话 它的特色的话 它的这个肿瘤细胞的话 我们会叫做介质细胞 主要是因为它的细胞质里面 有一些黏蛋白的一些异地 那它在形态学上的话 就看不到有一些管状 小管状的一个形成 然后再来的话 介绍这管状癌 管状癌固匀 它就是很像试管一样 就很像试管一样 那它基本上的话 就是排列的 很整齐 很整齐 那有时候偶尔会像 腮状一样 那旁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结地组织的话 都会变得比较 看起来比较那种硬的感觉 就变成紫色的样子 就是它很多那种 发炎反应的产生 那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话 有这种大汗线的口鼻部 就是我们就讲说 Applecoin的Snoting 就很像那个鼻子这样 突出来突出来的样子 往内突出的感觉 好那这是书上 它讲关于这个育后的因子 然后把它翻成中文 那最常见的话 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 有没有远处转移 有远处转移的话 当然育后就很差 还有它淋巴结 有没有转移 那这是第二重要的育后因子 那还有的话 是它的肿瘤的大小 有没有吃到皮肤 那有没有吃到胸壁 那是不是 它的这个整个背景的话 是不是很多发炎细胞 那组织学的分析的话 那也会随着它的等级的升高而降低 那还有它ERPR喝兔的表现 我们有说 如果是三阴性的话 因为它们就比较没有任何的治疗方式 所以它的储货率就是最低的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育后因子 像它如果已经侵犯到淋巴血管的话 那当然就是育后会比较差 那还有一些特殊形态的一些组织学的特征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些管状癌 管状癌的话 它的这个育后的话就会变得比较好 就变比较好 那对化疗的反应的话 当然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 不是这种三阴性的 也不是这个喝吐的 是另外那种 就是ER氧性的 那它对化疗的反应好的话 那它的预后就会比较好 那还有一些基因表现 有一些基因表现的话 也会导致它的预后 变好或变差 好那这我们考题 就是讲说下列合者叙述错误 前三个都对 那大部分的乳癌 跟这个BRECARD1基因突变有关 这是错的 它只有大概三到六person相关而已 那这边的话 它特别介绍一个叫PATRIATE DISEASE 它主要的话是原本 它是一个原胃癌的那个肿瘤 那它沿着这个乳腺管 乳腺管然后往上 往上侵犯到上面的这个皮肤 那我们叫做派基特势症 派基特势症 那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的癌症都是往下侵犯到肌底膜 然后吃穿肌底膜之后往下 然后就是叫做癌症 它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沿着这个乳腺管 慢慢往上爬 慢慢往上爬上去 那它的话大概占 所有的乳癌的比例的话 大概占一到四person左右 那它在 因为它往上刺到皮肤 所以它皮肤上面就会有一些这种 零 就是零屑痂的一些 单侧的一些红斑疹 红斑疹 那有时候的话都会被污染为湿疹 被污染为湿疹 那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那我刚刚讲说 这个胚症疹疹死 它主要的话会沿着这个乳腺管往上升 这是对的 那 那 它的细胞结合性是比较差的 沒錯,它是單顆單顆細胞,那排列得很整齊 很像那個部隊的那個試病一樣,排列得很整齊 好,在夏異敘述跟這個派急特試症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那答案的話就是這個DCIS 就乳管原胃癌 因為它這類型的這個 癌細胞呢,它會沿著這個乳腺管 然後吃到外面的這個皮膚 好,那乳房這個章節就講到這邊